滿滿的山珍海味 每天新鮮配送任你夾 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民眾不敢輕易在外用餐 飯店吃到飽 首當其衝 自住餐廳夾菜取餐 跟別人接觸機會多 因應客流量減少 業者滾動式調整營運模式 派來海港宣布暫停供應平日下午茶 延長到六月三十號 享食天堂則是延長到六月二十號 疫情影響不少民眾選擇先不吃 內用定位人數下滑 飯店業者紛紛變動時段 台北韓社愛美酒店的探索廚房 六月三十前暫停午餐跟下午茶 台北凱達大飯店的百宴自住餐 六月份只開週五到週日的午餐跟晚餐 台北均越酒店的採日本料理跟茶院 兩家餐廳六月也都持續暫停營業 餐廳人員忙備餐 精華酒店的博力廳 雖然暫停供應下午茶延長到六月三十號 不過午餐時段延長 平日下午茶餐券可以升等成平日午餐 平日午餐券則是可以升等成平日晚餐 雖然沒有禁止內用 但疫情當前民眾減少外出用餐 飯店寶貝縮短公餐時段 改拼外送外帶穩住業績 三地新聞最近宣傳完以台北 最後一段